希腊人塔索斯·瓦姆瓦基祭司 已经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工作快50年了 对他来说,比港就是第二个家 自16岁加入比港,从事海运事业以来 瓦姆瓦基祭司亲历了比港的兴盛、衰败和努力 在希腊语中,比雷埃夫斯亦为恶守通道之地 自公元前400多年建港以来 他一直是希腊的重要港口,守望着欧洲的南大门 随后的2000年里,比港的命运几经波折 直到2008年,中原海运和希腊方面 签署为期35年的特许经营权协议 并去此于2010年正式接管比港23号集装箱码头 比港才迎来新的曙光 大事件的地区和特许经营权协议 特许经营权协议 是一种各种主要的原因为何我 选择在那里,Cosco寄购物 因为,作为客户队长的地区和特许经营权协议 Postco 之前在抗承过很多 所以当我明白这种选择 我愿意参与这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2016年中原海运收购比港港务局67%股权 同年8月开始接手港务局经营 新成立的中原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有限公司 在希腊的业务 从集装箱码头扩展到游轮码头 渡轮码头 汽车船码头 船舶修理等板块 自2010年中国企业正式参与运营 以港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以港集装箱吞吐量 从2010年的88万标准箱 增长至2019年的565万标准箱 全球排名从93位跃升至25位 做上了地中海第一大港的交易 对希腊的直接经济贡献超过6亿欧元 2017年 瓦姆瓦基祭司作为笔岗明星员工 来到中国北京参加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在开幕式现场聆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旨演讲 中国人说万事开头难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我们要乘胜而上 顺势而为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行稳 支援 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民心相通分论坛上 瓦姆瓦基祭司还像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 讲述了比雷埃夫斯行的发展故事 我师父亲曾经将能成为 唯一的唯一招航 由COSCO的海舖 互相援 在表面本川坡公里 我我居然在 人们和人们部 我说到 怎么犬鹰客人 搭买 和和爱如浮礼 藍 而且这种 永久的社会 产生 这一个公民 跟中国人 亚莫阿基基斯说 比康作为中国与希腊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活改善 都有重要意义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受此影响 2020年 比港集装箱吞吐量 小幅下降至 543万标准箱 但仍是地中海 乃至欧洲地区表现 抢眼的港口 中原海运 比港项目的成功典范 即证明了 在贡献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中国企业 有能力通过自身专业的 运营管理经验 帮助当地企业起死回生 同时又彰显了中国企业 积极履行企业责任 回馈当地社会的良好的中国品牌形象 中原海运对比港的成功投资 在2019年也赢得了习近平主席的赞誉 2019年11月 习近平主席盗访希腊 瓦姆瓦基祭司 作为当地员工代表之一 得到习主席接见 百门不如一件 今天亲自来看一看 中国所提倡的一带一路 看来不仅是一只口号 不是一个传说 它是一个现实的 精彩的合作的伴侣 我非常感激 为何一样的大人 一样的国家 能够这么友善 这里的目标 在《Bert & Road》的目标 这已经有五、六年 如今 瓦姆瓦基祭司的两个儿子 也都加入了比港的海运事业 小儿子更是与父亲 同在中原海运旗下公司工作 瓦姆瓦基祭司说 他和他的家人都非常荣幸 能够加入中西合作的比港项目 并为这一成功故事 贡献自己的力量 早晨7点30分 南美洲大陆南端的太阳还未完全升起 阿根廷人马里亚诺穆索 已经驱车前往圣赫鲁斯河的 基赛水电站大坝施工现场 上班的路虽然颠簸 但他的心情却十分畅快 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 是在为实现阿根廷的能源梦做贡献 圣赫鲁斯河的水 源自世界上仅有的 三个总面积仍在增长的冰川之一 莫雷诺冰川 利用圣赫鲁斯河水发电 是阿根廷人半个多世纪的梦想 上世纪50年代就有研究指出 这条河具有非常稳定的水力发电条件 但由于种种限制 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 2013年 由中国能建葛州坝集团 与阿方企业组成的联营体 中标基赛水电站项目 让阿根廷人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契机 2014年7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阿根廷时任总统克里斯蒂娜 共同见证了基赛水电项目融资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这个阿根廷历史上最大的水力工程 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但对于像马里亚诺穆索一样的项目参与者来说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圣克鲁斯河位于阿根廷的巴塔格尼亚高原 这里中年气候寒冷 狂风大作 人想站住都很困难 大师的高原理 水电 上升了 大师的高原理 水电 上升了 大师的线路 大师的高原理 大师的高原理 而是从大师的高原理 与阿根廷历史上最后 最后一旦的高原理 在国际能源部长会议和国际能源变革论坛制和信使强调 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 基在水电站这个世界最难端的水电项目 全是着一带一路的合作内涵 水电站建成后 预计可满足150万阿根廷家庭的日常用电 每年为阿根廷节省近11亿美元的油气进口开支 甚至可以实现对巴西 巴拉圭等灵活的电力出口 承载着一代又一代阿根廷人希望摆脱能源对外依赖的梦想 梦想是美好的 现实确实艰难的 由于基在水电项目附近100多公里就是莫雷诺冰川 保护周边生态环境就成为项目设计和实施的重要课题 中国工程师用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 在环境影响 生态保护 建筑安全等方面 做了妥善的设计安排 避免项目建设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为了避免项目影响水源地莫雷诺冰川 水库蓄水高度比原计划降低了2.4米 同时 水电站还设计了渔道 生态放水滴孔等 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要求 经过近两年的评估审核 项目最终通过了阿根廷政府 最高法院 国际机构环评组织 大学专家的全方位审查 2019年初 阿根廷前总统马克里 将新年的首次考察 选在了激赛水电站 除了能缓解阿根廷的能源短缺 既在水电站在解决就业 改善民生等方面 也有着显著的优势 现时 在工作中 有2.800人工作 在学址平地计 共有计目最终的优募 在用这么小的建计 增加内部剩余总统 i加速地 三继 della部剩余总统 级的 genau接规 strax ante布 毋共同时 今天有区库的拘势 要我们进入高距离 我们在通过的部割 在合作全化 营运僱与企定位 我们说我们在建设小村子 与所有的服务 他和中国同事们密切配合 以更好的控制疫情 在大家的努力下 项目在疫情期间并未停工 2020年 牧所被提名并获评了 中国首届思路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 这让他兴奋不已 作为公共关系负责人 牧所与阿根廷政府 媒体以及相关机构保持沟通和互动 向当地更好的介绍一带一路 这也是他的职责 与愿望 这也是他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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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愿望 我相信 只要大家起因协力 守望相助 即使相隔万水千山 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 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 今天工程进展顺利 看见标志塔又长高了一些 大家心里都很高兴 刘景坤 一位有近20年安全监管工作经验的工程师 2019年被派往非洲 参与建设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 一个总占地面积约50.5万平方米的浩大工程 这项工程开始于2016年1月21日 那天 我们公司与埃及住房 公共设施和城市发展工 在习近平主席和埃及总统赛西的建议下 签署了埃及新首都建设 一揽子总承包合同 虽然当时我们都在万里之外的中国 但当我们通过新闻 看到这一消息时 都非常兴奋 当天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方愿参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 新行政首都等大项目建设 愿同埃方扩大在贸易 融资 航天 能源 人力资源开发 安全等领域合作 埃及新首都项目 位于开罗以东约50公里处 包含20个高层建筑单体 及配套市政工程 其中的标志塔项目 结构高度达373.2米 塔罐最高点达385.8米 标志塔建成后 将刷新整个非洲的天际线 所以备受各方瞩目 但几年前我刚来这的时候 第一印象却只有烈日当空 和黄沙满天 项目所在地 原本是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 刘景坤和同事们 每天都要顶着烈日时空建设 酷热干燥的气候 直接导致许多员工皮肤晒伤 时空现场 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 饮用水和食品都要从外面运进来 我们吃点苦都是小事 但必须要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 因为这可是参与 共建一代一流的重点项目 不容有失 时空条件恶劣 仅是一个方面 刘景坤和同事们还面临着 在国内已经成熟的经验和管理方法 在海外项目不适用的难题 虽然海外情况与国内差距很大 但同事们却并没有退缩 反而积极改进原有的建设和管理方法 例如海外工程项目施工图 不能满足线条施工要求 大家就对图纸重新进行深化处理 力求数据准确不顾 并对施工程序严抗规范 我还有两个东西 要告诉你 第一个 两个 对我们使用 第二个 对我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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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项目进展顺利 有的标段甚至可以提前完成工程节点 一期工程标志塔项目 更是创下多个工程建造的记录 三十八小时便完成了一万八千五百立方米 滑满基础焦筑 一举创出非洲建筑市上单体建筑最大基础地板 焦筑超大型基础地板的最快记录 高峰期担着最大混凝土交不了新建筑 2021年8月 标志塔项目的最后一根钢梁 精准对接就位 顺利完成钢结构封顶 向建设新的非洲天际线的目标 又迈进了一步 所有人都在超越移动能量无力 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看着心里每天都在表现 我非常高兴 我想说你们 我自己完成了 当工作了在这里 每天都是对手用的 人们全部都在在天中 美食物的监鬼 我们看今天 我们看来 专门的东西 在瓶里面和当工作的 那我们看来 新的艺术核地板 美食物的保持在这里 这个艺术核地板 是完全反向 这些艺术会 这个艺术会 成功会 每个人都会有 一个购乱区 是在全世界的 美食物的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为了促进海外产业工人技能培育和管理人员技能提升 中建埃及鲁班学院于2020年初正式揭排成立 刘景坤被选为第一批讲师 我给大家上的第一课 民调安全监管能力提升培训 课程里还包括实习教学 技能师训 岛前培训等 鲁班学院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理念 在一年过的时间里培养了590名学院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聚焦消除贫困 增加就业 改善民生 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汇集全体人民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 做到善事善终 善作善成 今天我们把早上的几个事情简单的输理 第一个事情还是所有进入的人 请我们进入事情表严格执行 项目经理签字 我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才能进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项目高峰期有9000多名中癌两国员工 面对防疫与生产的双重压力 刘景坤夜以继日地为项目为员工编织着安全网 但他却没有丝毫倦怠 从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到今天我在这里为漠视倡议 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深深赶到自己的身上 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使命 希望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 让埃及人领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责任担当 让我们携起手来 一起拨洒合作的种子 共同收获发展的果实 让各国人民更加幸福 让世界更加美好 清晨时分 巴林村村民迪奥姆走出家门 他来到村里的供水机房 对供水设备进行检查 他是中地海外塞内加尔公司乡村打井工程的一名水井协调员 负责维护打出的这喉水井 这喉井是中国提供融资实施的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的一部分 迪奥姆亲眼看到了工程的实施 也看到了这喉井给当地带来的变化 在非洲 淡水是个大问题 不仅仅因为这里的淡水资源分布不均匀 同时还普遍缺乏安全可靠的供水设施 对于位于西非之角的塞内加尔来说 这个问题十分突出 国家的北部靠近撒哈拉沙漠 中部和西部都是半沙漠地区 在远离城市的农村 供水设施往往老旧不堪 村民的基本生活用水常年得不到保障 巴林村就曾是这样的一个缺水村落 以前村里只有一口井 人们每天凌晨就要开始排队打水 会持续的很晚甚至一夜 以前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只有水平 这些水平的水平 这些水平的水平 但是没有水平 训练到 我以前的伙伴,就像是一般人生常的, 我以前的伙伴, 在我身上伙伴。 在我身上伙伴, 我曾经在你身上伙伴, 我曾经在你身上伙伴的, 但我不是在这里的伙伴。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 2016年9月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作为嘉宾国元首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乡村打紧工程成为中赛两国元首会晤时确定的落实十大合作计划的举措之一 2017年3月5号这项工程在塞内加尔正式开工给当地数百万缺水民众带来了希望 第二年7月在对塞内加尔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内加尔太阳报发表题为中国和塞内加尔团结一致的署名文章 文章中提到中方提供融资实施的乡村打紧工程将借着251口水井和1800公里管线 解决塞内加尔七分之一人口的吃水用水问题 乡村打井工程 涉及在那家24个大区中的12个 每套供水系统 包括水井 水塔 输配水管道及配水设施 最高日供水规模达8万立方米 工程还为当地三千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迪奥姆就是其中一位 达井队在村子里施工时 迪奥姆看到了达井的不意 在沙漠中找到水源非常困难 有时要找到合适的达井点 就要花上一个多星期时间 此外 农村地区恶劣的交通条件 也为工程带来不少困难 2011年9月20日 对巴林村来说是个大日子 迪奥姆和村民们看到了新水井的落成 2021年3月 工程通过了塞内加尔政府的全方位审查 今年3月份 达井供水工程 已经完全移交给了塞内加尔政府 现在当地村民能够喝上干净充足的饮用水 农业和畜牧业的用水也能够得到保证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政府 给我们带来这种荣物的荣物 这种荣物的荣物 因为在沙漠的荣物上 这种荣物的荣物是很困难 但尊敬荣物的荣物 尊敬荣物的荣物 尊敬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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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需要地图留着荣物 水井落成了 迪奥姆作为一名水井协调员 每天都在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我们想维持与伊甸与西亚 因为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很好的未来 我们和我们的孩子 所以今天我们都能够的办法 我们要试详详详,访详,如何先试详, 然后试详详,专曼和中国。 因为这个真正是和中国, 能够增加了更的仅仅合理之间, 在中国和中国。 小爱的殿重重生。 中国永远不会忘记。 非洲国家的深情厚意 将继续秉持 真实侵诚理念 和正确一理观 同非洲朋友一道 让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代代相传 发扬光大 检修火车发出的叮当声 对于老窝姑娘 西达屏蓬沙万来讲 就如同音乐般动听 在她心中 这清脆的声音 就像是在为她庆贺 庆贺她距离实现心愿 又进了一步 今年22岁的西达 虽然外表看起来柔弱 但却有一个坚毅的 钢铁机车梦 当一名火车司机 为此 她一听说要修中老铁路 就想着将来要到铁路上工作 中老铁路 连接起中国云南省昆明市 与老窝万象市 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 全线采用中国标准 并与中国铁路网 直接联通的铁路项目 我的名字是在 并非在国际上的 中老铁路上的 在国际的国际上 在国际上的科学 学生的医院 在2014年 年 刚刚 我还想着理想 学生的联合 我现在的国家有可能会有中国的国家 所以我们会在国家里的国家 然后往往就会变成了 那是国家的国家 出生于老我北部城是孟赛的西达 从小就萌生了当火车司机的想法 西达的家乡距离中国的摩罕口岸 只有约100公里 但重重大山却严重组合了 当地与中国交往的通道 基本没出乎大山的西达 一直想去看看山那边的样子 其实这也是很多老挝人共同的心愿 老挝素有中南半岛屋脊之称 山地和高原占国土面积的80% 交通极为不便 而且还是东盟国家里唯一的内陆国 突破崇山封锁 变陆所国为陆连国 是老挝人民的一大心愿 2015年 中老两国政府签署 政府间铁路合作协定 标志着中老铁路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成为实现老挝人民心愿的契机 2017年11月 在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老挝媒体发表题为 携手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的署名文章 他在文章中指出 中老铁路作为泛亚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老挝具有重大战略和现实意义 双方要加强统筹协调 争取扫日建成通车 让老挝同周边国家乃至世界互联互通 在文章中指出 中老铁路全长1035公里 由中国段老挝段两个区段组成 沿途山高古深地质复杂 跨越湄公河等众多水系 1651米的班纳汉湄公河特大桥 1459米的兰波拉邦梅公河特大桥 9384米的森村二号隧道 9296米的纳科村隧道 有人说中老铁路不是扑出来的 而是架出来的 挖出来的 难度可想而知 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戴国自治州 蒙拉县的蒙拉隧道工程 就是中老铁路项目中 一项高风险控制性工程 全长约13公里 隧道处于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地段 微盐落实 软盐大变形 高地温 大溶水等地质灾害平方 蒙拉隧道是单线隧道 作业面小 大型机械设备操作不均 在时空过程中 遇到流差变形 大溶水较多 次数达100多次 即使困难重重 项目建设者们却迎难而上 蒙拉隧道于2021年初设备冠筒 为中老铁路全线建筑通车 变定了坚实基础 在修建铁路上 同时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 开设培训班 训练了约600名老挝级学员 传手机车驾驶 调度和维修等技能 西达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感觉到很欣慰 特别是能看到这些学员在经过中老铁路的历练之后 能够成长起来 然后拥有自己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 这些事业 然后下边的这些 这些事业 这些事业 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能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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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我们都能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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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 2021年10月12号 中老铁路最后一组钢轨被安放到位 标志着中老铁路全线铺毁完成 随着全线轨通 中老铁路进入通车前建设 的冲刺阶段 未来它还将成为 中南半岛南北大动脉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进而成为老挖解索路路交通困局 发展经济的通途 帮助老挖民众 实现心愿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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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同跳来很 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 我相信 只要我们相向而行 心连心 不后退 不停步 我们终能迎来 陆陆相连 每每与共的那一天 波兰人莫伟杰最近业务更繁忙了 他的公司位于波兰西南部城市 弗洛斯瓦夫 目前正准备在马拉舍维奇 开设新办公室 莫伟杰专门承接中欧班列相关业务 想着要牢牢抓住 这些列车再来的发展机遇 波兰地处欧洲东西交汇处 波兰地处欧洲东西交汇处 多条国际铁路线穿行其中 马拉舍维奇 从19世纪起 就因处于铁路沿线 而逐步发展成波兰最大的 铁路转运港 马拉舍维奇 是一种最名的名字 在中国和中国的名字 是一代一路倡议的框架下 中火中东欧国家之间 有多趟列车穿行 于新欧 汉新欧 正新欧 容新欧 一新欧 等发展迅速 自2016年6月8号起 他们统一称为中欧班列 2016年6月20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波兰总统杜达 在华沙 共同出席 统一品牌 中欧班列 首达欧洲波兰仪式 印有中英文 中欧班列的蓝色集装箱 自此穿行在 亚欧大陆上 2016年 我认识了 国家的总统 总统杨达 总统杨达 在中国上海参加过世博会 还到过宁波南通等城市 领略了中国文化 品尝了特色美食 也结交了中国朋友 2013年 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更让末尾杰找到了业务发展的方向 深更中欧物流 最大的推移带由中国文化 都用了今天的传统 和身边混乱 我们公司从2009年 在波某年 主要经营是电池产品 我们从2017年开始产生了中欧班列 对我们和其他从事贸易公司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我们的业务也有很大的作用 作为欧盟农业大国 牛奶等乳制品已经成为波兰出口中国的招牌 2020年尽管有疫情影响 波兰乳制品出口中国的数量和总额实现双增长 这离不开中欧班列的作用 我们非常感兴趣因为它是很快和很快的解决 给产品和产品的製品 给产品的软件运动 between Poland和中国 我们开始使用它们从昨年年 最主要的产品我们购买到中国是UHT-Milk 有约20几粒每个月 目前中欧间已形成西、中、东三大铁路运输通道 这三条通道均途经波澜通往欧洲其他各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全球物流通道受阻 中欧搬列运输却实现逆势增长 为欧洲各国有效应对疫情提供有利保障 成为各国抗疫合作的生命通道 和命运纽带 看到中欧搬列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末尾节当机立断 在中国开设了办公室 在中国开设中欧搬列通过中欧搬列发送 但是围棋的货场很难见到等待返回中国的中欧搬列蓝色集装箱 存放的集装箱越少说明中欧搬列发展的越好 在三十年里工作我们和建设中欧搬列发展的 这工作是好的,费用,费用,费用 我们也会有一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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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推荐 但这种类型是非常快的 推荐的计划 当然这种类型 为我的合作 2021年前三季度 中欧班列开行列书 和发送标箱数大幅增加 目前中欧班列已打通73条运行线路 通达欧洲23个国家170多个城市 运输货品达5万余种 让我们携手走互联互通 互利共鸣的人间正道 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欧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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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一句话 叔叔 你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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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回来 回来回来 与孩子们一起堆沙堡的 是斯里兰卡人桑吉瓦 她所说的这处填海而来的地方 名叫港口城 位于克伦坡中央商务区附近 桑吉瓦已在港口城工作了五年 参与并见证了这座未来之城的崛起 2014年9月 中国国际 港口城项目开工后 一直旅居海外的桑吉瓦 就关注着她的动态 20世纪80年代 桑吉瓦曾赴中国留学 在清华大学 工读过六年的电气工程 及自动化专业 当我认识了 中国人在西兰卡建设 建设 西兰卡 我回到西兰卡 跟我的家人 从陆拜 2016年 我加入了 港口城 建设 港口城 建设 初期 桑吉瓦的一项工作 是对接 科伦坡政府 有关部门 推进市政配套设置建设 2017年5月 桑吉瓦 受邀来到中国 北京 参加首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在开幕式现场 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 释放各国发展潜力 实现经济大融合 发展大联动 成果大共享 桑吉瓦还在民心相通分论台上 与各国嘉宾分享了参与建设 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经历 我讲了我的经历 在城市建设 在北京的建设 北京的建设 有更多的机会 和在国家的财务 也提供机会 建立更好的未来 2019年1月 伴随着三声长长的鸣笛 最后一条 停留在港口城的大型挖泥船 停止管吹 宣扣着港口城 269公顷土地 全部吹田完成 那一刻 桑吉瓦和同事们 兴奋不已 我非常高兴 北京的历史 是一个不正常的 计划的历史 我们现在的计划 会显示 在城市的未来 展海造地工程完工 不仅标志着港口城项目 整体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 也是中国方案 中国技术 在世界舞台的一次完美展现 在城市的地区 我们在城市的地区 里面 都要计划 2021年3月 习近平主席 在同哥塔巴亚总统通电话时指出 中方院同司方稳步推动 科伦坡港口城 汉班拖沓港口重点项目 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为斯里兰卡意后经济复苏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科伦坡港口城预计2022年 完成一期市政建设 2041年完成整个城市开发建设 未来规划城市建设规模 超过630万平方米 即商业 居住 修宪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 看着港口城从海上崛起 斯里兰卡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Port City Colombo is a great project jointly initiated by China and Sri Lanka this is the most promising project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beneficiaries are none other than our children and future generations api an agatha parapura venu ven ladakat katkati uttaklesa Sri Lanka boom ya visalavi sangwardhan evi impili bandha mama adambar venu fourth city rising from the sea will carry the future of Colombo a city that will bring happines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you